藝人張志恆長期處於財赤的狀態 即使外出打工賺錢幫補新計 但每份工作都做不長 為了解決困境 張志恆決定再做新手黨 希望網民捐款助養 他星期五晚上在社交平台上 載了一張支付平台的收款二維碼 並坦然知道這是一個不明智的決定 不過已經去到頂不順的地步 希望網民課金濟貧 幫他度過這個月的難關 不過鐵文一出 隨即引來網民猛烈批評 更形容他又借進化到黑 張志恆和太太文文早前 亦開設網站製作平台 更大談姓氏和藏氏等等的大赤道話題 但運作不夠一個月 他們就宣布和網站投資者工作理念不對 終止所有合作